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一组第七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应或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为甲方拔岁女书院 以及岳方圣公会女名财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 苏海亭同学 第一副变 赖泳施同学 第二副变 李希童同学 第二副变 林军廷同学 岳方主变 关子浩同学 第一副变 钟卓童同学 第二副变 吻靖熙同学 第二副变 黄思童同学 不好意思主席 甲方一副是赖泳因同学 不好意思是赖泳因 不好意思是我的失误 不好意思是我的失误 中文辩论队教练 梁汉章先生 升诗提反书院 中文辩论 负责老师 赖泰菲老师 前香港大学 粤语辩论 对于于朗燕先生 本场比赛分主变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以及结变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 3 3 4 月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甲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月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共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进入结变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 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 结束前30秒 都会有一丁的提示 那我就会用人口 亲口这样叮一声 而斗中就会有两丁的提示 超前15秒就会有 连丁几下 将会扣分 而明白到网络可能会有 耳闻或者听不清楚钟声的情况 所以本人也会用手势来示意 变缘有责任留意萤幕 也不应该尝试用尽15秒的缓冲时间 详细赛规已发布给各个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各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话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座座各位 大家好 虚拟世界最初的设想 是指一个由网制网络计算机模擬的虚拟空间 延伸至现今的科学研究 因而衍生今天的变题 首先 容许我为变题中的重要字眼作出定义 虚拟世界是犯点不真实存在的世界 而变题中的人类应该是真实存在 并生活在虚拟世界的物体 据思考判断能力 亦不应加注任何特定身份 行量变题成立与否 就视乎告知天下能否保障民众利益 和有在于探求真实世界 我方认为当知道世界是虚拟时 应该公告天下 原因有二 第一 人类渴望追求真实世界 先看物理学家李奥利维奥指出 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好奇心 今日告知天下 其他人会得知真实世界的存在 并激发其好奇心 渴望知道真相 继而去探求真实世界 古今的哲学家 由古希腊的西塞罗到当代的罗素 都提倡追求真线美 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 历代科学家亦不断探求知识 例如古代人类认为地球是平的 但经过科学家 布达哥拉斯和红海家 密哲伦等人对真相的追求 才发现原来地球是个球体 由此可见 追求真相是人的本性 至于寻求真相的行动 假如只有一个人知道世界是虚拟 但凭一己之力 往往缺乏资源 反正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世界是虚拟 就可以商量对策 更快得出应对的方法 如今新冠肺炎施药 疫苗本需5-7年去研发 但在各国的合作底下 分享研究成果 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成功研发疫苗 由此可见 大家集中才能解决问题 当全世界都得知的时候 聚沙城塔自然人力物力倍增 令贪求工作事半功倍 第二 人类应履行世界公民责任 生活在全球化社会下 人类身处的世界里面 每一个人的决定都举足轻重 都能够左右物种命运 作为世界公民 你应尽个人在世界上的角色和责任 博士会世界公民教育概念中指出 当得知并意识到贸事件 会带来后果 人类就有对世界交代的责任 以气候变回问题为例 尽管难的臭氧 用的发现力人们心感不安 但科学家正因为 将这个问题公告之下 世界各国先于1987年 签订了限量生产 和使用力不兴的蒙特留协定 为获得显著的成效 迟今已淘汰了臭氧物质 約2万吨 因此 当人得知世界是虚拟 无论私情发展包含理智之数 都应该尽公民责任 告诉大家便宜解决问题 面提的真相关乎人类命运 令全世界大众知道真相后 由每一个人作判断 汇聚民意 作案多数以向决定下一步行动 比由一个人到自决定更加合理 反之如果拒绝公告天下 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便会剥剥除所有人决定的权利 亦属于不负责任 例如北韩政府面对经济失误 或者天灾造成的粮食失收 旺旺旺选择闭门造居 拒绝尋求外交运作 由政府决定生产透析和粮食配给 结果几方方面可见病门造居 遗害可以好大 世界虚拟影响全人类 更应交给所有人决定 因此何方认为当知道世界是虚拟时 应该公告天下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今天你们是以什么角度去审视辨题 以及用什么身份去帮全天下人做决定的呢? 多谢大家 隔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请问三位评判 是否已删除分子 现在已删除分子 现在已删除分子 如果可以的话 接下来有请粤方的主便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瓜请访可以 请订阅 直接听得清楚 可以 订阅 主席平凤 坐坐 各位 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的问题 我方就衡量负不服成本效益 我们月方的变题就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不应公告天下 首先我们先为世界和虚拟定义 世界如果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说法 可以被理解为我们身处的三维空间 加上时间所构成的四维空间 而可移出来的世界 除了指幻想世界 例如游戏 动漫 漫画 小说里面的 可以够出来的世界之外 根据哲学家 尼克 法斯多罗姆的无疑理论 可以说一切现实 包含宇宙、地球和人类 这些我们所认知的现实 都是人工无疑的 而今天我方衡量变题的标准 就是符不符合成本效益 因为变题中的假设 可以出现很多种情况 不会是百分之一百的情况 都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们隔以双方都不需要 尽数到所有情况都符合 或者不符合成本效益 所以我们只会就大部分的情况 去决定最终公不公告天下 如果大部分的情况 符合成本效益 隔方的变题就会成立 相反 如果只有小部分的情况 符合成本效益 月方的变题就会成立 成本效益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资源 始终都有限 例如时间 如果我們用盡一身去將這個消息公告天下 業護不到效益就未免太傻了 因此效益的高德亦會影響成本的花費到底合不合當 由於變形沒有講明 所以以下我會講述人類在虛擬或者人類不是虛擬的情況下 為什麼不應該公告天下 第一,如果人不是虛擬的 就會有可能引起社會混亂 假設虛擬世界兩面的人不是虛擬的 而是有真實的生命體,有自主能力 只不過因某些原因進入了這個虛擬世界 公告天下就有可能引起混亂恐慌 因為只有世界是虛擬之後 很多人會產生不同的想法 例如有些人會覺得自己一生所做的事都沒有意義 例如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應該找方法離開虛擬世界 甚至乎有些人會覺得在虛擬世界裡面 我就可以為所欲為 過往人類並不是未試過面對蝙蝠世界觀的消息 就好像2012年世界末日預言那樣 說出來之後,世界各地的人 有很多人都接受不高而自殺 當然啦,有些人都是不相信這個預言的 但是在地球之中有很多人都信了這個預言 造成了恐慌 而如果我們公告天下,到時社會又好像2012年世界末日預言那樣 令到全世界人心惶惶 假如覺得外面有一個真實的世界 自己的一舉一共都被人監視著 又開始恐慌 又例如覺得自己了結了生命 就離開到虛擬世界 這些方法 結果在恐慌下作出和聽到每日預言的人一樣的行為 帶來不可力的影響 那又怎麼辦呢? 第二,如果人都是虛擬的 那對人類並沒有任何影響 不符合成本效益 既然人類包含在虛擬世界裏面 那人類都可能是虛擬的 那就代表我們就好像遊戲世界裏面 非玩家角色一樣 一切的行為都是被真實世界的人創造 所以我們逃離不了自己的命運 最終都是逃離不了虛擬世界 因此如果人類是虛擬的 即使公告天下會引來恐慌 但是人類始終都會發揮到真實的世界 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人類的日子都是要這樣過 既然沒有帶來任何效益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成本去說服世人 和找所謂逃離虛擬世界的方法呢? 為什麼要花這麼大成本去公告天下呢? 在這條片題下 公告天下還要帶來很多可能性 將交由我方負面去分析後續禮拜 多謝各位 月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隔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月方主辯提問 發言發問時間1分鐘 月方主辯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都有一定的提示 之後由月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隔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當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以及回答一次之後 就回到隔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月方分子 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請隔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在台上發問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設定方式 選擇 3 選擇 每一次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月方主便答辩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主席评论者,各位大家好 很感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变题中没有讲明到人类是否虚拟 只是跟我们讲明了世界 如果世界是虚拟 所以我们要假设两种情况 虚拟的人不一定是没有自主意识的 有方同学由一切先入为主 多谢各位 现在请月方自由派出一位变缘作台上发问 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正如我方主便刚才所说 变题中并没有讲明人类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如果人类是虚拟的话 又如何可以去一个真实的世界 有方同学的第一个论 如何为民众得到利益又如何成立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是不是 没有 我们下期再见 见 我们下期再见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隔方主便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給我們的問題 首先我覺得有方要搞清楚一點,首先你們是有不當的前設 我們沒有說過人是要回到真實的世界,我們就是說人要去了解真相 很多知識和科學研究,例如歷史的發言雖然跟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多的新知識 為什麼現在有方同學要剝奪別人去沒有追求真相的權利呢? 多謝大家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現在輪到隔方第一副便,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問 聽得清楚 可以 參與生意 判 memorial 嘅 握 大家好 編返 相較高 如果我們公告之後人是真實的話 就有機會帶來恐慌,有人會自殺 用了2012年世界會末日的例子 首先這是一個謠言 當時的信息是假的 所以有方的例子不能傳言反映整件事 所以很明顯看到有方今天擔心的是我們公告虛擬世界這個事實 資訊不足,帶來謠言會引起恐慌 但有方要留意一件事的就是 我們當資訊往往不充分的時候 公告與否都不是要取決這件事 而是當我們不夠資訊就更加要公告 當公告之後全世界的人可以一定修訂 甚至當我們公告之後都可以再補充 我們修訂我們之前公告過的事實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連大引起海嘯 當刻都沒有人知道準確的地震強度 海水高度,一樣都要全國警告 因為疏散救了人命 個個說錯災難的程度 令人誘惑安全而不出事 而不走而出事的弊 會不會變齊 假設真是資訊不夠 都應該將事實公告天下 而面臨因為人類無事而達,更加嚴重的後果 就是因為資訊不足夠,所以我們才公告天下 被人修正 最後有方今天第二個兩點跟我們說 我們無必要 因為人根本就是虛擬 也不需要擔心這個世界是真實還是虛擬 但有方需要留意 世界上是沒有絕對的快樂 人一生一定會有悲傷 還有有快樂 今天的方法已經錯誤前設了 再來今天,假設大家身處虛擬世界真的很開心 裡面的人可以很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們都有公告天下的責任 因為世界是大家的 我們要尊重每個人對自己命令的決定 當我們公告了給那些人知道 他們可能覺得留在虛擬世界很開心,他們可以選擇 究竟我們是虛擬世界還是虛擬世界 所以有方不要再錯誤架持 其實我們今天雙方都是想保障人民的安全 但問題是我方選擇的方案才是更加長遠的利益 一個860蘇聯的次路 可以以核電廠反應爆炸 濕露大量放物性的物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就算這一刻很安全,我們也要公告 其實今天雙方都有共識 世界的發展去向,所以要全人一起做決測 只不過有方對公告語法的標準過分苛刻 因此麻煩用有方用一個合理的標準 在一個公平的平台上做討論 不要再混淆視聽了,多謝大家 隔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 2分54秒,無消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靜音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卓授,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同學問到我們怎樣去衡量成本效益 其實主編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真實的世界其實可以 辯題說的是虛擬世界 但其實可以有很多種情況 如果 符合成本效益的情況是這麼多的時候 隔方的辯題就會成立 但相反如果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情況更多的時候就越方成立 有方同學就說 我們是一個 世界公民 應該要剩下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 應該要公告天下 會讓所有的人類可以去決定 但如果公告天下之後是會迎來 不同的社會問題 例如是社會恐慌、社會混雷 這是不是就是你們所謂的公民責任呢 其次就是有方同學就說 說了世界出來 虛擬世界 虛擬世界的人是真的 就可以讓他們了解真實世界的知識 對生活有改善 了解 知識 但是 了解知識之後對你們的生活有沒有改善呢 如果是沒有改善的話 又知道來做什麼呢 根本就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們看看成本就是 會引發不同的小混亂、恐慌的情況 有方同學又要用很多的時間、資源去解決這些情況 但是得到的是什麼 只不過是有可能 去 了解這個真實的世界 也是不一定的 因為你這個人根本都去不到真實世界的時候 那你又怎樣可以 覺得你是可以了解到真實的世界呢 有方同學就問我們 真相重要一些還是物質重要一些 那麼我想問同學 究竟是真實重要一些 還是社會的安穩重要一些呢 我們就看 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洩漏事件引起的恐慌 包括香港亦都受影響 當時就有人借著災難去散播遙熱 指出食鹽 裡面含有點 可以抗複社 導致大批市民購入食鹽 但這個說法其實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市民的恐慌除了令到很多地方都打排長龍之外 亦都令人的價格上升到300元一包 如果公告天下世界是虛擬的 亦都難免不會造成 難保不會造成社會恐慌 引發更加嚴重的社會混亂 如果這些社會混亂是 是我們 已經知道的成本 但有方同學所假設人類是真實的情況之下 剛才入圍主 其次就是 效益根本就是不能夠保證 亦都是未知的 我們比較已經知道的很高的成本 去比較未知的效益的時候 我方的辯題就理應成藍 多謝各位 月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 2分46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隔方第2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解除靜音 並且說可以 是米 主席聽得清楚 你好 定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台中洩漏事件 其實台中洩漏事件是真實的 所以其實今天 政府公告天下 公告給市民聽的時候 是讓他們有這個準備 而不是引致恐慌 而恐慌 恐慌是避免不了 但是 我們是可以解決 主席評判作為各位 大家好 我網都是先告知 之後才會有利益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要行為利益的時候 今天有方行為利益的標準是什麽 其實有方都沒有回答 有方跟我們說 行為了利益就應該公告 但標準是什麽呢 什麽才是有利益 有方都沒有回答 如果今天 探知真實世界 建立到我們有方 今天主編講過的利益世界 是不是這個就是利益呢 有方也沒有回答 以及是不是 人類虛擬就應該知道真實呢 其實今天有方 就是在建設這個 就是 為這個變 加了一個 假設 就是跟我們說 要去探求這個真實世界 就必須要去 離開這個 虛擬世界 必須要去 逃離這個 虛擬世界 雙方其實今天 是一個不當的前洩 再加上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沒有必要 有方打著所謂 就是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有方立場是社會穩定的 等於保障了 是不是人類唯一 什麼叫行為利益呢 就是古希臘的 哲學家 阿里斯多德 曾經說過 人生最終的價值其實是覺醒 和思考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生存 所以假如人只要社會安穩就滿足 是不是有方眼中 美國去解放黑暴的運動就是破壞社會安革行為 是不是就應該壓引這些 不公平的對待 還是為了快樂 就應該凌駕人類的知識 增上的追求 也就是在有方立場之下 布魯諾為了支持和證明的心想 被打壓甚至消失 都是自成煩惱 所以有方來說 今天安居內月都是人生所有的 安居內月就是人生所有的意義 到底要了一隻化內的豬 還有 另一個多屬善的人 其實有方今天幫全天下的人決定了 連其他人 知道真相的權利都沒有的時候 這個有公不公平呢 再加上其實知道真相的必要性 不單止是普世價值 而是不知道真相成果之後 其實可能會有人民的失望 今天有方能不能夠肯定 這個虛擬世界永遠都很 很安全很穩定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 像諾貝爾 核電了爆炸的時候 當時蘇聯政府 去黑藥隱瞞 核的影響的時候 禁止民眾還知道這些 複死 令到 跟今天有方主張要避免 人體騷亂和恐慌的原意相同 最後更加多人因為核的影響而死亡 這是否有方所說保障人民的利益 我們看到 出現的恐慌是 跟人類認知有出入的時候 沒有一遍會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是否 又是否真的有方說得那麼嚴重呢 有方其實也說不到 真的有多少人去自殺 有多少大規模的恐慌的時候 其實今天有方說的 恐慌是不適合的 所以 代政下誘的 解決方法 就是盡了公告天 令民族提出質疑 才能真正解除這些憂慮 解除恐慌 多謝大家 隔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3分11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 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 請說可以 不要緊 請說可以 定 主席評判作者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全場都只是假 都只是在這裏假設 虛擬世界的人是真的 就和大家一起来对抗,一起找个方法离开 还有有方同学这个说法其实不够圆满 比我方狭习,实际没有说明到这一点 有方同学又说到公告天日之后 就一定不会出现恐慌 而是团结众人一起找真相 而这个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团结众人 但其实我方认为两个情况都会同时出现 公告天日之后有很多可能性,其实双方都还没论证 例如你讲出来世界的虚拟,出来之后未必会有人相信 因为这件事的真确性真的很难被证实 除非你有实质的证据,单边提并没有证明 保证我们有十足理据去说服其他人 就算你真的有实质的证据,始终信的人都不会很多 很多超自然事件,例如外星人和尼斯湖水怪 网上都流传很多的说法和证据 但相信这些真的存在的人,依然少之又少 如果你坚持说服这些不相信你的人 就可能好像反对圣经所说的天洞书 概加利略一样,被视作意虑,当你傻了 与其这样,不如省一口水,将这件事放回心里面 大家就可以继续去过这个和平的日子 不需要像2012年每日事件那样 但同时也有可能为你自己引来这个杀身之和 刚才的论证,全部都是假设虚拟世界里面的人是真实的 但如果虚拟世界里面的人是假的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虚拟的话 你说了出来,自己就可能会惹祸上身 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真相 制作虚拟世界的高等文明 可能会杀你灭口 就好像删除电脑诠释的漏洞一样 就算高等文明放我们一马 当你只是一个中学生 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 而你说出来,有机会影响你 到你现时世界掌握政权的独裁者的地位 或者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 或者大量人口不再相信宗教 选学了既得利益者的话 他们亦有可能会用上手上的权力 在你成功公告天下之前将你消失 因此在这样的权衡之下 公告天下对我们自身成本极高 随时无命 而你成功公告天下 又会可能没人相信 人们相信了又会有可能引发恐慌 世界大乱 故事知道世界是虚拟的话 其实是不应该公告天下 一部分人,例如科学家、研究人员 就会尝试去找个方法离开虚拟世界 但如果人类在虚拟世界 就代表他们用了很多时间和心虚的研究 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虚拟世界 因此其实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多谢各位 月方第二副辨发现时间为2分5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支 先由隔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月方台上辩元提问 隔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而月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1分钟 再回答1分钟 将时间继续前15秒都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月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隔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现时间同相 双方各有2次台下发问机会 而2条台下发问可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台下发问环节现在开始 先请隔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开启镜头 如果准备好话请讲可以 可以 叮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月方论证辩元提指相矛盾 主辩元提出辩元提成立与否 判准在大多数情况下利弊比较 但说述论点就完全没有解释自己提的情况如何 是大多数 多谢各位 Bunda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 Towary Time 继续教育时间 风 Fast 丝 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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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ünkü 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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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0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 请月芳派出一位辩议员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定 首先很感谢有芳和我们的提问 有方堂就问到我们如何去论剩大多数的情况 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就举个例子 人类可以是相信世界是虚拟的 这个情况之下社会就会出现混乱 但是相反如果人类是不相信的时候 公告天下根本是没有效益的时候 他们也是没用的 我们又举另一个情况 就是人类如果是真实 有可能去到真实世界的 如果真实世界是跟虚拟的世界相似的话 那是没用的 因为浪费这么多的成本过去 但是完全没有效益 另一个情况就是 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比虚拟的世界差 用了这么多成本去探索一个更加差的世界 没有效益之外也是有副作用 而最后一个情况就是 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比虚拟的世界更好 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有用 但是三个情况之内 只有一个情况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世界 发现时间结束 请停止发现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现时间 请开启镜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冇机会 字幕扭 impact 读得厉 само 读得清晰 读得清晰 读得清楚 读摯是�� 读 诶 tin ok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可否读一次 读 读得 读得弱 读得干击 读得点 seguridad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教各位大家好 為何決公告天下引起的社會混亂和大量自殺的問題 而靈魂決定決又是怎樣定義呢?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問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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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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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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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隔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示威,示威,可以 丁 有方跟我们说难以改变事实,我方不明白如何难以改变事实,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 当我们提出这个告知天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多人去研究,越多人去质疑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方法,就算是探知现实世界,还是我们继续留在虚拟世界 还是知道真实世界存在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但我方就不明白如何难,有方都没有提及过,为什么难 再加上,有方跟我们说,今天不知道真实世界的知识 就不应该公告,但有方今天其实都没有提出这个例子 就是跟我们说,人类究竟要知道多少才足够去做这个决定 还有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次是完完全全知道风景之后才做决定 有方其实今天都说不出来的 还有有方跟我们说,如果人要立即死,所以才要公告 那是不是有方,我们前程提过,洩漏也不会是立即死的 我可能知道有癌症,或者更多人变成畸形的时候 那在有方眼中这些就不是损害人类利益呢? 所以不是立即死,只是有方口中的闭嘱 发言时间结束,请停止发言 现在进入结辨环节 双方结辨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现在开始 我会让你连续做这个资源 我会让我来过去,我们也不会感觉到 我会让我再来 我会让我自己选择 然后,我们就不要再来 我看,我会让你老师 你老师 我看,我会让你带来 我看,我看,我会让你 我看,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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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就算是不供國天下 有方同學一直都說 我方說人類是虛擬 就沒有自主意識 其實我方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 我們沒有否認過 我們沒有否認過 人類是 我們一直在 堅持人類是虛擬的 但它可以有自主意識 就可以去認識到這個世界 在這麽多情況下 大部份都不合成本效益 因此今日面提理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月方結辯發言時間為 4分0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隔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對 最後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應剛剛有方和我的問題 其實在這裏見面的時刻 我很想問多一次有方 其實什麽叫成本效益呢? 今天有方和我全程都跟我們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符合不到成本效益 那什麽叫成本效益呢? 科研發言是否成本效益呢? 我今天金融市場的發言日是否成本效益呢? 有方和我一直沒有說過 今天有方和我其實行為成本效益的定義是什麽? 今天有風險 我可能做一件事也會出錯 所以有所謂的風險 也有混亂呢? 就是成本不符合成本效益 今天又拿個例子出來說 例如西班牙流感 其實當年他們 當年西班牙的高官 為了令人民遠離恐懼 為了保障金融市場的安全 就決定不把這個消息 就是有西班牙流感的消息公諸於眾 最後搞到大規模很多人都會感染 那是不是我今天作為一個政府高官 就算我今天可能設定在這個情況中 做一個政府高官呢? 我知道可能我說了這個消息出來會有風險的 我是不是應該不說呢? 是否有些人們死呢? 因為我可以避免人類有恐慌 我現在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呢? 有方同學 其實如果用一句話去總結有方和我今天的立場 就是不做不錯 多做多錯 因為今天在右方和我的眼中 總之什麼都不做 就是最好的選擇 不避免所謂的暖亂和所謂的人民崩潰 聽來很合理 但是大家先等 今天我們先審視右方和我對我們的不當前置 其實因為右方顧穿全場的主變開始 都說過我們今天公佈事實 其實沒有想過帶所有人去逃離虛擬世界 我們公佈事實 他想藉著人民的力量 不斷去探索 探求真相 探求真實和虛擬世界是什麼面貌 我們為什麼會處於兩個世界之中 最後 再將決定權回歸大眾 可能有些人覺得虛擬世界很美好的 他們就不走 他覺得虛擬世界生活得不好 想追求真實的 他們就走 我方今天不會駕定於他們的選擇 而且今天有方和我全程同來說 沒有必要 其實不難發言 其實今天 我們雙方在世界觀上都有一定的衝突 但不要緊 虛擬世界很多未知 今天就由我方去結變位置 再和各位疏離一下 其實今天 勃向今天的幾個世界 第一件事 就是可能今天的世界是真實 變態中的我 就是以為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沒有實質的例子 沒有實質的證據 所以應該不應該公告天下 反而如果是 想知道更多真相的話 應該自己去搜尋 大家等一下 今天公告天下 我們是想帶到人民一起和我們想 我自己勢誕力 我一個人怎麼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再者 今天有方學又說 那些人會質疑 那些人會不相信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真實的 對 我們就是需要這種質疑 我們需要人民不斷質疑 我們就不斷解答 在這個又問又答的過程之中 我們探索兩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 其實今天我方從來沒有過 我們逃離虛擬世界 我們想發掘更多真相 發掘完真相的話 我們在科技 文明文化 學術都有一定的發展 今天其實講到這樣 又是否真的符合 其實很明顯符合到 我們今天的成本效益 第二 聽說有方學也有講過好幾次 例如可能我今天事實公佈了 會被人追殺 因為他不想我發現這個真相 好了 我會被人追殺 明白的 有方學也有這個顧慮 但是問題是正的 今天我被人追殺 就更加要說出來 我更加要說出來 那我全人民一起反抗這個恐怖主義 其實看回歷史 人類是從來沒有 因為受到打壓而 不出聲 這麼弱行前 但是我們是反抗 多次的法國文化大革命 孫中山凡青革命 不過其實看到人民團結起來 團結起來 反抗革命 去建立他真正想要的社會 那第三個世界 假如這個世界美好怎麼辦 其實世界崩壞 虛擬世界很美好 其實我們今天說出來也無所謂 因為我們今天說出來 是想發覺真相 發覺完真相 了解完死這個世界 最後民族追求他想要的東西不好嗎 今天因此我方 今天認為變態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隔方結變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請評判整理分數 其一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剩下一位得10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评判整理的分数都差不多的话,现在先请评判给一些评语。 首先有请马锦鸣慈善基金马陈端起纪念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梁汉章先生给一些评语。 早晨,大家好,首先多谢赛会邀请我来这场评判。 这场辩论是一条双变体的赛制,香港相对比较少打比赛。 通常都是在大陆或台湾打比赛。 平时的比赛正反双方要评评一些东西,反方要评评一些东西。 但如果是双变体,我的看法是双方应该评评自己的变体。 今天来说,反方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就尝试,我觉得比较着重的是评评别人。 多过自己评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想可能大家要习惯一下,首先双变体的赛制不同。 如果我讲到今天那条变体的内容方面, 其实这条线方面,正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因为正方那条线我觉得是比较大陆的。 反方今天这条线我觉得有点出乎我意外。 今天他们其实会跟大家讲, 我想都比较后期,开始出道, 其实今天是一个在衡量Risk and Reward的情况。 他现在有X那么多的可能性。 因为出现差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去到这个位置。 但是其实如果你再深厉一点去想这个评评, 就都看得不太够投资。 比如我简单说,去一间赌场, 我相信大家可能那年多都没够去赌场玩。 有一些赌博情况, 我们会去买一些低的可能性的, 买一些比较赢的可能性低一点。 但是同样, 他赢的可能性是低一点。 他那个的最后的赔率也会高一点。 这些东西我想, 今天其实反方是完全没有衡量过的。 他只是计算那条数据, 如果我现在有三个scenario, 可能外面的世界是好一点。 一样和没那么好。 那有三分二可能是没什么效益的。 那有三分一的有效益。 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不应该做。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三分一的那个情况, 那个的赔率, 就是得出来的结果是会高过三倍的。 那又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或者我输过的情况, 其实可能我没什么输的。 可能我输的东西很少而已。 那今天其实, 如果我觉得反方不去衡量这件事的时候, 你很难可以在你那条线那里可以纳到脚脚。 因为你只是说了整条战线的前半脚, 你没有说到结果究竟多大, 或者甚至你没有说到, 你也有尝试说过, 原来输的情况是怎么样。 输的情况就是你们所说, 可能那个世界会很乱。 那虽然其实你都没有衡量过, 究竟你输的时候很乱, 那个乱的程度会有多大, 会达到什么的情况。 所以你问我, 其实今天反方去选这条线, 令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它要证据的十分之多, 令到会相对来说, 打得比较困难一些, 辛苦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在选挑战线上, 其实不是太过聪明, 因为你真的摆得很大, 今天这条辩题, 相对来说我比较特别, 因为在香港的粤语辩论里, 比较少一些架设性的辩题。 我设计的时候, 我都开始发现一件事, 原来年纪开始大了, 我一想到这条辩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起Matrix, 就是究竟是Blue Peel, Red Peel, 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些辩元是 做Matrix的时候都没有出生, 有很多东西, 原来其实大家, 我有一点惊讶的是, 其实大家是没有落到一些的, 比较容易沟通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条辩题, 刚才所说的, 是一些很if的东西, 香港比较少打,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些比较叫做, 已经大家有些共同接触过的东西去说呢? 刚才说了很多不同的历史的scenario, 但是其实那些scenario, 其实我觉得不是去到很贴切的位置, 真的未到一个if的位置, 真的if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会差一点, 如果你纯粹讲, 就是戏来讲, 刚才我想说Matrix, 新一些的, 譬如 Truman Show, 再新一些的, 譬如今年8月开的Free Guide, 都是一些, 其实我想有, 反方同学就是说, 类似Free Guide那时候的scenario, 整个scenario可能都有可能是假的, 无论是世界, 或者我们都是假的,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一些, 这样的切试点去跟评判讲, 我想会比较容易去说服到你们的论点多一点, 这个, 就是我自己的小小看法, 那就好, 多谢, Thank you! 谢谢评判的评语, 接下来有请盛氏提反书院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 賴韦菲老师, 就对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好, 一点点评语, 因为我也想多留一点点时间, 给另一位评判, 可能是给一些意见同学的, 其实呢, 反方是难打的, 坦白说, 反方同学, 我一直打的时候, 一直都不断去想, 如果我可以帮你们的话, 我可以怎样去打这条变题呢? 当然, 刚刚学习, 梁先生所说, 你们太小了, 根本我们那个年代看的电影, Matrix那些, 你们根本都未出世, 或未看过, 我站在一些比较, 就容易一点点去理解的东西上去说, 因为呢, 我忘了是第一副辩, 还是第二副辩, 他说了一句,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站在这个位置去打, 就是呢, 你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其实某程度上, 那些人已经制造了一个真实,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很简单, 其实人是有同温层的, 如果你进入了一个超厚的同温层的时候, 里面的人是会制造一个他自己的, 塑造他自己的现实版本, 就是那一群人, 他们会相信那样东西, 而那样东西就是他们的事实了, 那么, 其实如果你与其去拆穿这个, 他们所认为的真实, 那么反而, 你会不会制造更加多的害处呢? 那个害处是可能令到他们去, 失去了那种信心, 又或者令到他们去集体, 去自我伤害的, 那么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靠近多一点去说呢? 反而是站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如果你是不断讲成本效益, 你看到, 政方不断去, 就是问了你四五次的, 其实你如何去定义这个成本效益呢? 我都为你们抹一把汗, 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答过, 其实从来没有答过, 而对方就不断问你这个问题, 你就不断去回避, 所以, 所以, 与其是你去立问那个位置, 是成本效益的话, 你不如去去那个位置, 就是那种对人类心灵那种的损害, 如果你问我的话, 是的, 我暂时的意见到这样, 我或者留点时间给余先生去发表他的评论, 好吗? 谢谢评判的意见, 最后有请前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队员余朗燕先生, 就对蔡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首先, 多谢蔡会邀请我来做这样的评判, 我不是姓余的, 我姓謝的, 是的, 我说多一点点, 第一个, 我在Approach You 这边看, 我会有几个想法先的, 就是说一点点, 第一个, 我觉得, 双方都一直都想, 我不是一定的关系, 可能你提到尚未来, 你会用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 我自己会想, 这个世界存不存在, 主要是绝对真实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评论, 有没有听过迪卡尔的说法, 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存在于绝对真实, 甚至他觉得这个世界存在是假的, 他有一种很数学, 很科学的认识方法就是觉得, OK, 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人, 不要说这个人, 我作为一个人的物体, 我再看, 我会想, 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时候, 这些东西在哪里存在, 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说话, 就是叫我才过在, 我想深刻正复今天, 我不知道是谁, 我听到类似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想一想, 第二个, 也是关于变题多一点, 就是公告天下之后的后果, 是什么呢? 今天呢, 可能在主编上, 大家的图片是, 深刻我听到一点, 主编上的图片就是, OK, 公告天下之后, 我们是什么后果, 但是, 似乎去到后场, 其实我没有什么听到这些说法, 就是我, 大家都很留意表面去说, 我稍后再说了一点, 第三个, 我觉得是一个整个论证过程, 第一个就是, 究竟知道真相是否重要, 然后知道了真相, 我算不算公告天下, 然后公告天下之后, 是不是必然我们会追求真实世界呢? 这三部, 就是我每个论证过程, 今天双方是, 二月值得考虑就是, 你每一个论证, 或者我们经常都在立场题, 大家要清楚, 就是, 我感觉今天深刻很多事情是, 大家可能, 因为我这样说的, 我觉得这条片是真的挺难处理的, 就是你对于,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大学生, 我也觉得很难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整个证图就值得塑起来, 因为, 我感觉就是, 大家很直接跳进去结论, 就是, 今天可能大家就答应就是, 我觉得, 反方的问题比较严重, 在这方面, 它很直接将我家, 就必然, 但是, 推到最后, 一定要追求真实世界, 用这件事去, 尝试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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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件事是, 大家值得每一步拆开来看,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呢, 我说一下双方, 今天我说都有的问题, 其实, 我想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 没有推进, 我刚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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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回我的分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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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少给到这样一份, 是的, 我平时的比分上面,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 主便是, 主便是最高分, 原因是因为, 去到后场, 都是在说那些东西, 就是, 我觉得, 正方在, 台下, 法文上面, 有点点不同, 就是, 有点点跳入人家的战场打, 我觉得, 在前场, 或者去到, 甚至去到劫别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交锋, 这个就是, 第二个我想说, 就是, 没有交锋, 因为, 我感觉, 我刚才说了一点, 其实, 反科整个取态, 很无敌的, 因为, 在你的世界, 就是你任何场景, 都爆了它, OK, 如果出现A的问题, A的情况, 就会有A的问题, 出现B的情况, 就有B的问题, 出现C的情况, 就有C的问题, 总之, 怎样都有问题, 这个打法是非常无敌的, 的确, 在一个概念上, 但是, 去到实际操作, 我不说中间的Bug, 或者Floor, 才不说一件事, 但是, 你去到后场, 我甚至说到他结辯, 你仍然是胜利的说法, 甚至, 这件事是组成你整个稿件, 最主要的报备的时候, 我觉得, 我单在内容上, 我很难给到很高分, 这个我觉得, 大家相对比较厉害, 而且, 我想, 政方, 在你的隔壁, 应该都有比我一些, 应该台下的拒续, 所以, 你看到, 跟台上打的事情, 都有一些, 我想, 整个Approach-wise, 上面的不同, 因为, 其实, 去到政方的台下法文, 你会很跳入别人的例子来打, 例如, 所以, 那两条, 我也不反应, 那两条的问题, 我都比得很高分, 原因是, 因为你真的有跳入去打, 例如, 第二条问题, 抓别人的大地震去打, 例子去打, 第一条, 就是, 你抽整个整个, 但例子没有提到这件事, 我仍然是, 今天, 其实, 雙方都很没有这种, 上面的交锋, 所以, 其实, 我都很厚地说, 其实, 对于我来说, 因为真的没有被教访, 所以, 就是大家说自己的东西, 所以, 所以, 说回双方, 我想政方最主要做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 你要给予很多后面的图片, 就是, 我认同的, 你要说到Aristoso 的说法, 就是说, 人最终的价值是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 这件事是值得你在后场里面再深发去告诉我, 因为, 公告的天下必然有一个结果, 但今天, 大家纯粹留在表面, 我不应该公告天下, 应该公告天下, 就抓人家那把踢, 就是, 是不是一条稳定性,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是不是, 之后, 我觉得, 这是政方最需要去处理的东西, 然后, 至于反方呢, 是的, 我也在想, 其实, 我认同, 我没有, 我没有, 帮自己的, 但是, 我也在想, 究竟反方有什么取态, 我也觉得反方是难打的, 但是, 我想一想, 成本效率, 其实, 这个位置, 我一听出来, 因为今天, 基本上, 都是承证社会的成本效率, 或者是稳定性, 这些东西, 我听起来, 对于我来说, 不太承证社会, 但是, 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去扣理, 原因是因为, 我一派的政方, 就是, 一来, 你怎么承证, 第二件事, 正方, 就是, 有没有抓, 但是, 我的想法就是, 反方其实, 会听到一个, 叫, 叫, 就是, 就是, 你未必一定要听到, 就是, 可能, 在社会主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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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社会, 那, 那, 会不会, 感觉好听, 因为, 我感觉呢, 当你讲一个, 你讲成本效益的时候, 你今天其实有几个, 包括就是稳定性, 那些东西会不会引起恐慌, 但是, 最搞笑的位, 我忘记了是, 反方, 忘记了, 就是, 反一, 你又提到, 就是说, 究竟是否对人类的生活有改善, 但是, 我就在想, 如果你追求改善人类生活的质素的时候, 那这些稳定性, 这些恐慌性, 究竟对你来说, 是否这么重要的,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听, 其实, 应该, 大家经常都会讲, 就是, Maslow的, 就是, 人类最高的追求, 就是一些精神的需要, 那, 我在想就是, 究竟反方, 因为我感觉, 今天反方的取态, 是一些, 我们叫做basic, 或者一些, 很远古时候的needs, 例如, 可能是, 什么, 我今天会不会死, 我今天会不会很害怕, 这些很小的问题, 就是, 如果用Maslow的层次去分的话, 是一些相对比较, 就是, 低小的阶段的, 一些的需要, 所以, 我在想就是, 今天反方的取态是什么呢? 那, 还有呢, 就是, 最大问题呢, 也是, 就是, 真的出现了, 在你最后反结的时候, 这个backfire 位, 就是, 今天我也在想, 究竟合用成本效益去说的, 就是, 你今天有提到, 地震例子就是, 是不是一小部分人死了, 就是没问题呢? 而这个也是, 最容易的backfire 位, 就是因为, 在你的世界, 这件事应该是, 就是, 就是, 那些小部分人死, 是没问题的, 因为, 在你的说法, 你是用成本效益, 就是, 你用多数人的利益, 就凌介于所有人的利益, 这个就是, 整件事你这样去判断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 你有时用成本效益, 最大的位置, 你要衡量化, 那,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也是, 我今天, 大家都立刻试一下, 就是, 公告千恶之后, 一些一连串的 consequence, 因为, 今天反方的问题, 比较明显, 就是说, 我公告千恶, 就必然要追求真实世界, 那, in this sense, 我是by 正方的 approach, 因为, 公告千恶, 不一定要等于, 我必然要追求真实世界, 那, 就是, 两者之间, 的关联, 中间的关联, 是否在哪里, 那, 今天, 反方都是, 没有去证明的事情, 因为, 最大的问题, 就是, 你不停用追求真实世界, 这个位置, 去攻击正方的论言, 就是, 有时候, 就必然追求真实世界, 因为, 很多很多成本效益上的问题, 那, 但是, 那问题, 人家不是跟你说, 人家单纯针对, 公告千恶, 这个行动, 所以, 整个事情, 我觉得, 所以, 还有, 我觉得, 值得想的, 就是, 这个世界, 是否真的, 就是, 这个世界, 是否真的, 那么追求, 我们所说的成本效益, 就是, 其实, 你看到世界各地的一些民主的运动, 其实, 很多时候, 大家都觉得会失败, 但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追求人权, 自由, 平等, 这些普世的价值呢? 是因为, 对于我来说, 是肯定人的价值, 就是, 人本身, 是有一些价值, 或者一些价值, 是值得去守护, 所以, 这是一个, 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 最后几点, 这个不是很关键这一点, 平时, 但是, 可能大家都, 最近都留意到新闻, 很多这些, 就是, 我经常都说一些, 密密真相, 或者, 很多这些东西去出现, 那, 我经常都说, 在这个时代, 仍然坚持打别糧, 其实是一些很勇敢的人, 那, 我们不知道会有一天, 辩论会不会被取替, 或者, 我们不会再存在这些事情, 但是, 就是, 大家都常说, 例兵之前的客户, 是智能客户, 但是, 希望大家, 会坚持, 去坚持, 你觉得对的事情, 谢谢各位, 谢谢陈先生的发言, 不好意思, 现在, 结果已经计算出来, 而在宣布赛果之前, 首先宣布本场的最佳辩论员, 今场的最佳辩论员为, 隔方欠辩林郡婷同学, 而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为三, 反方得票为零, 换言之, 胜出比赛为隔方拔萃女书院, 恭喜,